Hello 大家好 咱们今天先聊聊丹东 丹东这个地儿啊 真是封了三个多月啊 终于有了那么一点点的小事情 是吧 终于学会搞事情了 这个就是在中国啊 媒体也好啊 自媒体人也好啊 这个需要的一个东西 你们一点事情都不搞 没有人会愣说 你们丹东怎么样不能封城 丹东怎么样 明白吧 你必须要会玩 要高高私情 当然我希望你们啊 通过这个合法的手段 选择合法的途径 合情合理合法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你们一定要把这句话呀 写在纸上啊 印在墙上 然后好好琢磨琢磨 到底这句话里边包含了几层的意思 你看丹东这个 这是一个女孩啊 一个女人带着自己的老父亲去医院的路上 被民警拦下来 拦下来之后呢 这位女士还反复的强调 说自己的确是黄马 但是呢 自己刚刚做了核酸 然后这个核酸报告 现在拿不到 但是到了居委会开了证明 证明自己啊 送老父亲去医院这件事很紧急 所以啊 这个是例外 这个是需要放行 可以放行的 但是那位民警就做得非常好 明白吧 做得非常非常到位 哎 就是挡在车门上边 哎 上车不行 说不去医院了 那也不行 哎 哎 懂了吧 哎 懂了吧 这个叫什么 就是东北啊 西北啊 可能各地吧 你都能看到这种情况 农村老大妈 你打我呀 哎 你打我呀 对吧 你打我一下 试试啊 你不打我 我就往你脸上蹭 哎 打呀 打我呀 哎 所以这种情况呢 就是那位女士啊 会看得很透彻 就知道她 她妈的要干嘛 对吧 你都不能碰她 在那种时候 哎 你看那位女士上车的时候 都这样 哎 哎 我要上去 她往里挤 都不敢把手拿出来 为啥 你稍微碰一下 哎 什么叫碰词 知道吧 她比词呢 那都是纸 都不是词 你一碰 碰一倒 哎呀 脑袋疼 懂了吧 这位民警 就是做到了 用合法的手段 通过合法的途径 啊 合情 合理 合法的 这个 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明白了吧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你 啊 回家 哇 那多没意思啊 是吧 黄马 拦住说不行走 对吧 你说 居委会有证明 我不看 哎 人 你乖乖回去了 嗯 哪有意思 有意思吗 一点意思都没有啊 对吧 只有玩到这个程度 哎 你看自己 这个工作啊 干的认真负责 到领导那 一请示 看看兄弟干的怎么样 对吧 哎 执法必言 铁面无私 对吧 然后呢 哎呀 他打我了 哎 虽然这个挨打呀 是必然 明白吧 从他站在那个车门那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了 这孙子想干嘛 包括他的女儿就知道他想干嘛 劝着他老爹 你别碰他呀 你碰他就吸引了 结果不就是这样吗 哎 所以 这个民警 就是大家的一个活教材 当然之前的上海啊 这个被封城的时候啊 封城期间 也做出了大量的这个实例或者案例 那么你们东北人民是吧 我们的东北老乡啊 你们是不是要学习一下呢 包括现在什么河南的村镇银行啊 什么这个某些烂尾楼的啊 烂尾楼的这个业主们 烂尾楼的业主们 哎呀 钱也没了啊 贷款还得还 房子还没有啊 你们好开心是吧 我都替你们美的话 对吧 这盛世 哎 如你所愿 不管以前你们干了什么 不管你们以前爱不爱国 不管不管你们以前 喊了多少的口号 是吧 收复钓鱼岛啊 台湾是中国的 哎呀 伟大祖国厉害了 是吧 前脚看完长青湖 后脚 哎呀 我房子呢 所以 这个叫什么 梦想照进了现实 哎 所以我替你们美的话 今天 另外一个值得美的 晃的还是丹东人民 通过这件事啊 引爆了舆论 终于有了一个事 可以让这个媒体和自媒体人呢 以及法律人啊 拿出来聊聊 是吧 从各个角度去聊 那么聊到最后的结果呢 据小道消息透露 丹东地 那位啊 从辽宁复兴调过来的 这个市长姓郝啊 郝市长被带走 叫傻了 于是乎 我觉得 丹东地这这一轮疫情 就差不多该结束了 前面咱们聊过啊 丹东的这场疫情 不能结束的主要原因 就是郝市长啊 在葫芦岛期间创立的那一家 然后又把总部搬到了 府心的又跑到丹东 开了一家分公司的这个 集核酸检测蔬菜配送啊 等等东西的这个贸易公司 不做到上市 你们丹东人民是不可能解封的 对吧 这个这个这个挺挺紧急的啊 人家新官上任就缺钱 明白吧 所以郝市长一滚蛋啊 企业就彻底没有上市的机会了 当然对企业而言呢 是是可悲的一个局面 是吧 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一个大好的机会 但是就被这一个小民警 烹瓷的事件给给搞慌了 哎呀 丹东人民应该对那家企业啊 致以诚挚的歉意 是吧 哎 另外一个好消息呢 就是真是都是好消息啊 老王这从来没有负能量 全是他妈的正能量 另外一个好消息 就是桂林的朋友们 给我发过来了 好多这个有关桂林银行的消息 据说呀 桂林银行刚刚出台了一项措施 进门不但要核酸 要红码 要不是 要这个行赏码 健康码 还需要个人的资产证明 给你看啊 我说的是进门 这个进门之前 他会问你 你来银行干什么呀 哎 有点像苏格拉底是吧 你从哪里来 哎 你来这干什么 你说我来存钱 哎 欢迎欢迎光临 哎 赶紧进去 赶紧进去 对吧 你说我来买理财 哎呦 大爷 您来来 进来 你说我要取钱 啊 取钱呢 取钱干什么呀 你取钱有局委会证明吗 你取钱有个人的资产证明吗 你取钱需要拿其他银行的这个流水账单 让我们看看呢 哎 你想明白了吗 你看啊 前面那几项可能还 稍微的啊 这个正常的中国人 还他妈能听得懂的 好像貌似是一句人话 后边的这一个呢 要你的个人资产证明 你想取钱 可以 银行从来没说过一句啊 不给你取钱 不让你取钱 没有 但是呢 你得先证明你有钱 哎 你不证明你有钱 那我们银行可不敢把钱给你啊 对吧 万一你论话呢 是吧 哎 万一这个你有钱 有钱还取钱 哎 对吧 你有钱你还取钱干嘛呀 哎 你不证明你有钱 我就不让你取钱 但是你证明了你有钱 那我是不是就要问一下 你这么有钱 你还取钱干什么呢 哎 你看 高招吧 比那个丹东碰瓷这个小民警同志干的还高 哎 这个就是老王说的 在中国这块地方 你想达成某些目的 有好多种办法 哎 有下三滥的办法 也有流氓的办法 也有不下三滥的办法 对吧 你像 我 如果我打个比方 我去父母病了 然后开车出去的时候 也是赶上黄马 遇见了丹东这位民警 那大概情况肯定不是这样的 懂吧 还有一群人 就是唐山打人的那帮哥们 要是遇见这种事呢 基本上就是 哪局的 对吧 等会啊 接个电话 谁呀 你们局长 这事就了 来喊蓝个屁呀 来 对吧 临走的时候都得这个 哎 慢走 您慢走 对吧 那我呢 我这种人就肯定用我 我这种人的办法啊 对吧 拉着哥几个 一包东华 一包不够就两包 两包不够就一条 对吧 哎呀 都不容易 都不容易 我体谅你们 再来一条 也就过去了嘛 对吧 讲什么道理呀 那你跟他们讲什么法律呀 你跟中国的执法者 特别是中国东北的执法者 讲道理 讲法律 那你真是不懂道理 你真是不懂法律 对吧 你连这个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你都不知道 对吧 你像河南村镇银行 暴零了之后 采取的措施 就是贴个大牌子 是吧 挂个什么通知 啊 我们不许取钱 我们这要关门了 明白吧 就做得很low逼 对吧 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 然后呢 上海银行啊 前几天说的是宁波银行的上海之行 啊 我还提醒上海银行的朋友们 还有一帮上海的朋友给我揪错 老王啊 你仔细看看呐 那是宁波银行的上海分行呐 现在呢 再跟我聊聊呗 哎 在评论区给我揪错的那几位朋友 啊 我说话 你们要多听听 仔细琢磨琢磨 我又不瞎 对吧 我又不是不识字 哎 宁波银行的上海银行 上海之行已经出事了 这个七八玩意儿 我提醒你们干嘛 是吧 我提醒的是上海的银行作户们 哎 现在开心吗 你们开心吗 已经开始发号了吧 每天只有上午两个小时 下午两个小时是可以发号的 然后来晚了号就没了 人家没说啊 我们银行不许取钱 但是 这个号啊 比较紧张 哎呀 你来的时候 基本上就没有号了 什么时候去 你在那头一天晚上开始排队 等你开门进门 你看似自己是第一个 一按号没了 哎呀 今天取钱的名额没了 哎呀 这个真是抱歉 对不起先生 我们今天的取钱名额已经没有了 明天干早吧 您呢 从上海之间流窜到北京是吧 所以北京银行的朋友们 我吓死你们 哎 你看桂林银行玩的这招就挺高是吧 没有资产证明 哎 这是大国悖论啊 呃 特别某些药店啊 某些这个 这个贩卖医疗器械的地方 你不戴口罩就不允许进门 就不能卖给你口罩 说我不进门 我就没办法买口罩 我就戴不上口罩 那我们不管 反正你没有口罩 我就不能让你进门买口罩 啊 你不让我进门买口罩 我就不可能有口罩 对吧 现在呢 桂林银行基本上借鉴的就是这个套路啊 哎 你不证明自己有钱 我就不让你取钱 对吧 你 你证明自己有钱 你有钱了 你他妈还取钱 干嘛呀 是吧 我是不是觉得你居心叵测呢 你是不是恶意取钱呢 是不是恶意制造恐慌情绪 恶意的这个什么挤兑呢 哎 我要有很充分的理由 怀疑你们这些来取钱的朋友们 啊 开了资产证明 证明自己有钱 还来我们桂林银行取钱的朋友们 居心叵测 又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一定是境外第一对势力 在背后操控里 啊 是一场大阴谋 对吧 有主持 有预谋 有不可告人 目的地 啊 这个 取钱行为 取钱行为 哎呀 还有一个是 哎 厦门那地也不错 我跟你们说 厦门那地啊 那我也是 这个 在厦门待过几年的啊 厦门有一个银行 厦门也有一个银行 哎呀 还有那个 海南也有一个银行 就是以前啊 抓走陈锋的时候 那家银行 曾经关了两天门的那家银行 我都忘了海南的那家银行 叫他妈什么银行了 但那个银行一定是总部就在海南的一家银行 哎 我这个没事得多练练嘴皮子啊 没事 我就吓唬你们 吓唬你们 你们就偷着乐吧